Lion 第一天 哈囉大家好我是豪 我是葉月 很開心又來到我們 近年一度的動漫開箱時間 那今天不是我的主場 今天終於看到我的主場 這個太開心休憩 請問那幾次在拍什麼東西都不太懂啊 可是不太懂你那次 戰略幫忙的時候也是講一些 童年啦 童年 童年回憶 童年回憶 那我們介紹一下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是 我買了很久很久的 A色的濕奶 大家講到A色應該大家都知道 他們的品質如果有在買模型的 大家都有 濕奶的話呢 他主要出現的篇章 你應該知道吧 你有稍微看過刀劍吧 我大概看到他GGO就是結束 就是他們自殺嘛 然後兩個一起拿到冠軍 只有濕奶不是跟Kirito 他一起回到那個SLO那邊 其實正確來講的話 他在GGO的篇章裡面 因為他有一些創傷 就是他之前為了保護他媽媽 然後不小心槍殺了一個 槍殺犯 他為了要克服他 就是他本人是殺人的創傷 所以他不去玩GGO 可是反而沒什麼 也沒什麼幫助 到最後跟Kirito 互相去情之同 然後所以就 反正就有點心結就解開了 因為我看到GGO那邊嘛 那除了GGO以外 他還有出現在哪個變成 師奶的話他最主要出現GGO 然後過來在新生的LO 在10月要播出的UW篇章 也有在出現 然後他在LO裡面的話 他其實是被空王帶進去的 然後主要的角色形象就是 貓爾 男頭髮 弓箭手 哇多棒啊 你知道我現在怎麼樣 像什麼 過來的話在UW篇是 他是以高階帳號 就是太陽神收入時的帳號 去幫助Kirito他們 然後也是用 武器也是用弓箭這樣子 看他根本就 拜託 人家也是主要配角之爺 後攻第二名大概就是他了 而且都買高階AD9 他們幾乎每一隻都是AD 都是遠程 都是遠程 都是遠工 都打下路的 對打下路 會爆擊 超讚的 你總不能教一個AD人工 他回去打下路 那你試試看 他一整天被我霸我打死 然後 You have to be sleep First bra First bra 怎麼是被小怪打死了 他很難霸我 接下來的話 我們不就 開箱吧 我們來動刀 動刀了 這隻做了什麼手術 這隻 這隻真的是放了好久 對面這個其實就是那個GGO 常常會出現的那個程式的解影 這個就是那個會發光的地方 側面 就是 他的PVC的解影 我們先來看一下附贈的底盤 他的底盤 這個底盤就是拿來支撐 濕奶的那個本體用的 然後 他這個 配色跟這個紋路啊 主要就是在 有看過去GGO都應該知道 他的ED就有出現這個畫面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他做的很有細節 對啊 滿有特色 大家看一下 這邊他好像就是新喔 就是 濕奶的那個 羅馬拼音 這樣子 接下來 是大家最期待的黑咖哩 這把黑咖哩二 真的不得不佩服他 他真的做工真的非常非常的新 大家來看一下 他的聚集鏡 他的聚集鏡 真的也是 做的很不馬虎啦 然後他的整體的顏色 都是用金屬色 來上色的 只是雖然有點可惜他這個不是皮帶 他這個一樣也是塑膠 只是可以稍微有一點可動性 然後再看一下他的 這什麼 槍托 槍托 他也不只是上 單單上一個咖啡色上去 他其實是有一點做一點像 木頭的紋路這樣子 然後 那個板機也有 這個是 槍的那個固定的 固定的那個角 也有 所以算是真的做工很細喔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圍巾 他圍巾他有一點 他不只是純白色的 他還有一點帶藍色的 薰熱藍色的感覺 做工算是很不錯這樣子 旁邊這位在幹什麼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本體 師奶的本體喔 他的頭髮 其實 有注意的話 他的頭髮不是純的純色喔 他的頭髮是有點半透明的 然後 各項的細節的話 就是看一下他的衣服 他衣服的皺褶做得很好 就是做工一點不馬虎這樣子 稍微旋轉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 接著他其實很多地方都有用到 金屬的上色 例如他的子彈 他的子彈做的就真的很有金屬感 有沒有 看一下 然後還有他 他全部這邊 有這幾個空環 偷白 偷白 死捏 你又死為這幾個日文 而且 我剛剛在 看的時候才發現 上次我們講那個 戰鬥暴龍獸 也不是戰鬥暴龍獸 那個 布羅利 他有指甲對不對 對 這隻有上指甲油 真的假的 真的 然後他的腰帶 腰帶也是 金屬色 還有他身 他剛剛我們有講那個 黑卡第二 他的做工很好對不對 他的配槍 其實說真的 以這種不能動的配槍來講 他的做工也非常的細 還有他這個口袋 對 還有他的口袋 很有質感 重點 你看他的大腿 那個肉乾 你看那個咬肉的部分 還有一個重點 你猜通知一點 好 那個口袋 我覺得可以 那我們 現在就先把它組裝起來吧 他有副說明書 他頭是可以拆的 對 他頭 他有副說明書 我第一次買PVC 需要沒有說明書 我的天啊 其實好像看不太出來 他有那個接點 對啊 其實 A色的做工 真的很好 看一下 不對不對 不是先拔頭 你幹什麼啊 不是先拔頭 不是先拔頭 看一下 是啊 是先拔頭 防火好嗎 是我的 這做效果耶 不是我的 我的分體 就完成啦 有沒有很好看 嗯 嗯 那個屁股我可以 這隻的話是 我在更之前買的 剛剛有提到一點 這一隻的話 他是 以GGO的那一段故事 出的 PVC 而這隻的話 他是在那個 SAO的劇場版 序列戰爭裡面 出來的那一隻 然後A色他比較偏 他上色比較偏深色 其實A色他的上色比較鮮艷 對 他比較鮮艷一點 其實這隻 也是 做工做得很棒的事而已 然後 他的槍位也有帶來 大家看一下 其實 也是做得不錯 沒有插到哪裡去 A色的跟這把你喜歡哪一把 當然是A色的啊 雖然說他做工也是很細的 但是 真的沒有比A色做得好 他的很多上色 你看他都是用 薰黑的那種方式 來 呈現他的金屬感 變成說他沒有像A色 上的這麼的 仔細 其實讓大家看一下這邊 A色這邊他其實是有一個鋸齒 但是其實 但是這一隻是沒有的 槍托的部分也是一樣 槍托他這隻 那個A色他上面是有 木頭的紋路 但是這隻是沒有的 畢竟一分價錢不夠 但其實對SAO 我也沒有說特別的了解 以他整體的做工的話 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 不管他的槍 衣服的皺褶 細節 然後他的上升 基本上是 沒什麼 唯一想挑的就是這兩隻啊 這個腳架 真的真的太容易 剛剛我們花了差不多 八個小時在做做工 滿分一百分還會給他 99.9塊 大概0.5塊 怕他驕傲 0.01嗎 就是這兩隻 就是這兩隻 他吸引我是他的個性 然後還有他個性 還有他個性 還有個性 等等的做事做工吧 個性然後等等 你多講一點嗎 對不起喔 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有其他網紅的讚 也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想第一手看到我們的影片 慢慢開啟小鈴鐺 小鈴鐺 我是耶耶 我是阿 大家掰掰 OK OK 好 好 好